從屏東挖掩案到桃園口罩殺人案 這幾個月的時間發生了那麼多社會重大事件 還有像台中的蔣氏兒遭雇主虐殺案 那這麼多的社會案件人民的生命慘遭屠殺 結果我們沒有看到總統任何的自治騙你 但是關於四大公投他卻發出超過十篇以上的貼文 那受到社會的譴責之後要求 那總統才勉強的PO了簡短的文字 連梗圖都沒有都懶得做 所以我們真的是通心疾首 那看不到國家元首對於社會治安的一個重視 那利用媒體網路來批判這個黨同法義 就是對其他人所有的人這樣子的批判 跟一個進行這樣子的一個批鬥 那是不是因為甚至於說 甚至於質疑性言的就不能關心治安 不能去維護治安幫忙協助治安的維護 這樣子的言論或者這樣子的說法或者這樣子的一個發起的這樣子的攻擊 這真的是不是一個國家元首或者是政府報官應有的作為 那如果說因為性言的就不能關心治安問題 不能為治安精心盡力 那我想請教 那也因為父親犯案 而現任的這個市長 以及現任的市議員 是不是也要在這種 這樣子的一個同等的一個對待之下 不能參與政治推出政治 是這樣子的嗎 我們尊重啦 治安是每個人都希望 治安能夠很好 讓大家安居樂業 讓大家出路能夠安全能夠發心 所以你要把這個父子輩或者是說 這樣子的一個做一個連結 說因為父親以前犯過刑事案件 所以他的子女全部都是有罪認定 都是不是良善的 那這樣子是不是太過偏激 這樣子的想法 這樣子的說法是不是錯了 是個正義極定的 有一個剛才可以說 這不是那種警察 但是現在這不是我們 有些人配在這裡 沒有大聲 沒有被包含在你 有些人配得 那不是我教我 就是用攝影替 就是你 那舉行